一名女童好端端的坐在門口玩耍 突然遭到一名抽菸的中年男子 用腳像踢動物般大力踢飛 女童當場痛哭失聲 女童家長立刻衝出去 拉住中年男子理論 隨後屋內衝出一名黑衣男 拿著疑似酒瓶的東西 朝著男子打了下去 還緊緊勒住他的脖子 看起來相當憤怒 孩子在父母眼皮下 竟然還遭別人欺負 在廣東佛山 還發生了這恐怖一幕 黑衣男子看到 從廁所走出來的女童 竟然一把抱起來 往三樓外面扔 自己隨後翻出玻璃帷幕 往下猶豫了一下 也跟著墜樓 警方調查 男子與女童並不認識 因為經濟壓力大響不開 於是想找個人墊背 幸好女童只有頭部和臀部擦傷 而男子全身骨折 兩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在河南 一名男子光天花日之下 抱走別人家的孩子 事發當時 男童圓夜在公園玩耍 沒想到幫孩子犯個衣服 一回頭寶貝孫子就消失不見 男子坐上三輪車後 一路逃了200公里 警方調查男子因為重男輕女偷抱男童 警方動用了300名警力花了7個小時 才重新將男童找回 記者請照不倒